如果你要看數據的話 最近的一個調查都要去到2003年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個電話的普查 就訪問了大概3600人左右 發覺當中8.9%的病人 都有起碼每個月要有一次遺孫倒落的症狀 另外當中2.5%的人 甚至一個星期都會有一次遺孫倒流的症狀 男女比數差不多 最常見的稅數就是40歲以上 但始終都是17、18年前的事 我也知道遺孫倒流是越來越常見 所以如果你看今天的數據 相信至少60至70萬人 在香港可能每個月都會有一次遺孫倒流的症狀 其實遺孫倒流的定義 就是在胃裏的胃液和胃酸 反流入食道裏 令到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你看這個模型的話 這個是食道 這個是胃 這裡就是一個幽末 然後食物會進入十二指腸 去消化小腸 在食道和胃的薄口 其實有一個潑藥機 這個潑藥機 平時應該處於緊閉的狀態 有食物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鬆一鬆刺 之後它又會緊閉 平時這個潑藥機 其實應該很有效地 將胃裏面的胃液和胃酸鎖住 但當這個潑藥機的功能失效的時候 或者不是做得很好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不正常的鬆弛 鬆弛的時間會長久了 變成胃裏面的胃酸和胃液 就會容易湧上食道 造成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這些就是胃酸倒流的原因 常見的病徵就是 病人會跟我們說 有些胸口灼熱的感覺 也會常見聽到胃酸的感覺 胃痛 一些火焦心的感覺 這些是最常見的 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狀 有時也會聽到 喉嚨也是一塊東西 一塊東西卡住的感覺 或者是咳嗽 我們有時也會聽到 都常聽到 很典型的就是 通常都是一睡到床的時候 就會開始覺得不舒服 頂住 酸的東西湧上來 甚至我有些病人 是晚上會醒的 晚上湧上來令它咳嗽醒了 坐起來更典型的就會好很多 所以胃酸倒流 睡在床上會令症狀更差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症狀 甚至你見到很古代的醫書 你會見到它畫一幅畫 看見到它們當時 即是200年前 它會將床後面的兩隻腳 放兩塊磚頭 讓它斜著來睡 斜著來睡 會幫助到胃酸倒流的情況 所以有些病人可能跟我說 我要涉高枕頭 涉兩個枕頭 這樣睡才會舒服一點 但這當然不是一個 長期可行的方法 固藥肌我們知道 應該是隨著年紀的增長 可能功能就會有點失效 某些生活習慣 或者某些高危的因素 都會令它容易鬆弛 例如肥胖 有時候懷孕 一些生活習慣上 例如一些咖啡因的食物 例如茶、咖啡、濃的巧克力 煙酒、肥膩 都會令到血液肌 會特別容易鬆弛 作曲 作詞即興 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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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慣